請問妳今天來之前 妳有在路上詢問路人 妳該不該來嗎 沒有 我… 我是有錄這個影片 就是證明我很漂亮 不然你們都覺得我在說謊 影片中間看得到妳的樣子嗎 看得到 所以我們可以先看她再看影片 好 來 麻煩妳轉過來 1 2 3 轉 是男生還演 妳好 這女生還滿有風格的耶 是 她有...算是有貴氣對不對 對啊 而且她的嘴唇好美喔 沒有跟妳講 真的吧 妳是不是太勉強了一點 是男生嘛 對不對 妳是根據什麼風格打扮 我沒有根據誰的 因為我以前非常喜歡畫畫 然後我現在只是把我畫的東西 放在我自己身上 然後我很喜歡一些公主 很夢幻的東西 我就覺得男生其實也可以駕馭 妳領的小包包是... 我有要給... 我有禮物要給你們啦 可以現在走上... 可以 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知道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去畫的 妳自己親手做的嗎 我親手做的 然後我也有送給... 我覺得康永哥不是都放鳥嗎 我覺得妳可以放一些馬什麼的 就是... 妳可以別帶妳的西裝沙 然後也是畫你們 就是一系列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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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妳 所以現在就帶來這裡 等一下 很漂亮啊 我要介紹而已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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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妳這樣裝扮也滿累的吧 有時候 有時候會換別的風格 妳就是那個 把小S當成人生範本的人嗎 因為我以前就是 我以前比較害羞 然後我是看S姐的娛樂百分百 然後開始 就是模仿她的講話的方式 然後因此交到很多朋友 那妳一定會許老師囉 我是 妳也不說一直Cue她們吧 對啊 因為她來嘛 妳也想吹哨子是不是 不是 她難得懶笑給她表現 因為她妳就穿得這樣子 不給她秀一下怎麼可能 她讓妳變開了 對 我就是看她的節目 然後我就覺得她做自己非常美 然後我就覺得在內心的那個自己 必須被引發出來 所以在看我們節目之前 妳本來是男裝嗎 對 所以是看了那個節目之後 慢慢變公主 就是 我可能就是因為受到妳的鼓勵 因為妳很做自己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風格 所以百分百是個門診耶 開啟了一點的事情 而且我都是覺得 自己是心如下環來解答 小孩子 小孩子 真的 你看看了多少人 你也有 你也有 Bub 要 被開啟跟鼓勵當然很好 那現在有覺得自己 會不會走得比較遠了一點 走去哪兒 人生是妳的 方向會開太大 我覺得因為我開始做自己 然後會認識很多朋友 然後我會鼓… 就是會鼓勵身旁一些 不被注目的靈魂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我這樣子是漂亮的是勇敢 Bob今天來之後 會改變任何事情嗎還是 其實我今天上節目是要跟 我只是想我不是覺得 我以前覺得我不可能 受到大家的矚目 因為我以前會被欺負被霸擬 所以我不可能覺得 而且我也此生沒有想過 我也看到你們 所以我滿想哭的 然後就是 妳就這樣哭吧 就是我覺得… 我現在上節目最主要的用意是 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你的美麗 其實並不是社會大眾去定義 而是你的自信跟你的靈魂 去定義你的美麗 然後也想跟大家說 原本的自己是最美 你不需要去迎合這世界的規則 而去改變你 就這樣 妳在哭耶 他哭好了 怎麼樣 你是有經歷過 一樣的人生嗎 沒有 因為我們的寶寶長得很對 就是我當模特十幾年來 都一直被批評或審判的外表 然後很容易讓很多女生或男生 在年輕的時候迷思自己說 我一定要像模特兒怎樣 指騙人的外表 或是多華麗的裝扮才是正確的 那其實我覺得 我是用運動來找到自己 然後BOB是用打扮來找到自己 那其實活得很開心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